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妞夢媽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小妞第一次屠佛的一個體驗 那大家要知道第一次屠佛是幾點是什麼 根據診所的回覆這張八顆牙的時候 那大家小時候會不會害怕看牙齒嗎? 小妞媽自己小時候超級害怕看牙齒 所以為了讓小妞降低她對看牙的一個恐懼 妳就覺得她會覺得很難看牙齒 因為她們通常在這個環境上的打造都會比較跟小孩子出發點去考量 所以比較可以這樣給小孩對看牙的一個排斥感 小欣欣兒童牙醫是在台北市中山區樂群山路上 威帶大子有名的米其林星光大道教父牛排樓上 這條路上一共有4家米其林餐廳 2019瓶建一共7顆星 進診所之前要先換室內拖鞋 大人小孩都有 小妞媽蠢蠢地從回收桶裡面拖鞋來鑽 一進門還以為說 我們來到不親子館 她這裡兒童遊戲區大概佔了診所的一半空間吧 可以提早到診所讓小孩先熟悉一下環境 現場有播放兒童牙齒保健的影片 旁邊是有一間補乳室 可以邊欣賞落地窗外的景觀邊換尿布 以及坐在貴妃以上擠奶餵奶 醫生呢她會耐心溫柔地問診 讓小牛媽有了人生27年以來 第一次可以跟牙醫師講超過10句話的看診體驗 從來沒有跟牙醫師這麼沒有距離感 不知道下一次大人可不可以也來這裡看牙 小牛一開始她還自己怪怪張大嘴巴 連醫生都稱讚 後來可能感受到說今天是來看牙 不安全感就漸漸上身 於是她就像上次剪頭髮一樣 出目意料的一個開頭 無意外的結尾 以上就是小牛突破出體驗 大家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別忘了按讚訂閱還有留言喔 掰掰